天兔 天兔我們比較明顯的看 有六顆星看起來像倒下來的H 1 2 3 4 6 有沒有 像倒下來的H 然後呢 火鍋就在這裡 剛才講的 頭在這邊嘛 好難變認喔 對對對 那尾巴在這裡 可以嗎 這是要天兔做 那來 這個大犬做 脖子 這顆亮星在他頭上 臉在這裡 他的頭在這裡 那身體在這裡 太不亮了 會連到隔壁去 對對對 可能有時候會連到隔壁去 那這是他的後腳 好 那尾巴 OK 然後另外呢 來 剛才 麒麟做比較複雜一點點 麒麟做大概基本上就是這幾顆星 那這裡是大 這個是大犬做的 對不起 在這裡 這幾顆星 然後這邊可以再延伸下來一點點 大概是這樣子 麒麟做 你說像一隻獨角獸的馬 這樣子看起來也有點不太像 OK 那小犬做 主要就是這兩個星 最明顯 好 然後呢 雙子座 雙子座就像哪個男生 背對背 坐在地上 所以他的連線是這樣子過來 到這裡 這是其中一個屁股 剛才說 這是弟弟的屁股 弟弟的腳 有沒有 腳伸在地上 然後他的手 是往下伸 那另外 這邊 屁股在這裡 然後腳延伸過來 然後手是往上翻 OK 這就是雙子座 好 然後 浴腹座有稍微拉拉超過 等一下再講 金牛座 你看剛剛有提到的 小V字形 然後延伸大V字形 這裡 跟 這裡 OK 這是雞牛 的臉 然後延伸出來的兩個腳 這個腳 叫5G5 5G5 就是 剛才 我把它拉下來一點 剛才 看起來好像很編繫 中國是把這幾顆 在同一個心 管 5G1 5G2 5G3 5G4 5G5 那5G5 這顆心 在西亞 它的劃分 這一顆是在金牛座 所以它一隻腳叫金牛 那個5G5 另外一隻腳這一顆 叫做天官 天上的官塔 天官 天官 那剛才有講到 有個蟹狀星雲在它旁邊這裡 所以 所以呢 早期在宋朝 剛才有提到 好不錯 剛才都有提到 宋朝 北宋 宋仁中 至和元年的時候 也就是 西元1054年 西元1054年的時候 當時在宋朝的天文 那個青天間 它就有跡下的意義 說這個地方 發生了 天官 克星 克 克人的克 本來這邊感覺沒有其他的星星 這邊就知道就是天官這顆星 可是旁邊感覺突然冒出了一顆星 在旁邊做克 所以我們稱它那顆星叫 天官克星 OK 後來是到19世紀之後 有人發覺它往外擴散了速度 然後往回推 才推到說大概在11世紀的時候 發生了超新星爆炸 所以去全世界各地找了很多的史提之後 才發覺說好像大概只有中國有記載 中國有記載 所以那時候這一顆 那個蟹狀星 也被 那個什麼 也被稱為叫中國超新星 因為只有中國有記載 那這個金牛的背就在這裡 背部 那它的胸 前胸的地方在這裡 OK 然後 禦夫座就是這五邊形這裡 但是這一顆不算 就是這裡 是禦夫座 OK 那 當然後面其實還有一些星座 包括什麼 摩江座 另外還有其他 真的比較暗的 以後有機會 各位先把亮度都記好之後 我們再慢慢教各位去認其他的星座 OK 所以這幾個 當然我們複習一下 東氣大三角 所以是 所以是 是 東氣大三角大家可以念一下 是 什麼星座的 什麼星 來 來 煉戶座 煉戶座的 神秀四 大犬座的 天狼星 小犬座的 南河三 好 那就是 東氣大三角 那 東氣大椭園呢 我們從這個星的 在這個星座的這一顆 來 煉戶座的 神秀七 好 順時鐘來走 大犬座的 天狼星 然後 小犬座的 南河三 好 再來 雙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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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過來 金牛座的 雙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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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班長 碧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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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錯不錯 大家這樣子 就很容易 是不是 冬季星空就很容易 就把它記起來 OK 好 那但是喔 各位慢慢 以後要習慣喔 你可能到戶外來 天旋地下 對對對 你今天已經不知道 南北方在哪裡了 今天如果是這樣子 你要能夠認得出來 練武功 沒有啦 來 請問 這是什麼星座 很好 不錯喔 厲害喔 馬上就要反應過來 這是什麼星座 玉夫 很好 再來 這是什麼星座 天褲座 天褲座 對 不錯喔 再來 這個 麒麟 不錯 你看 所以我也跟各位講 如果在天文考試的時候 如果不再到天文考試的時候 那個 星座 我建議各位 其實我有做投影片 然後是把它反過來的 白色的筆 然後 那個 星星是黑的 這樣子各位印才不會浪費碳 然後如果有印一張出來 我就建議各位拿起來 你背 背完了之後 請轉90度 再背一次 再轉90度 再背一次 再轉90度 再背一次 你要在各種角度 你都能夠 各種角度都能夠射箭 對 都要能夠那個 OK 而且甚至 它的南邊 可能又有哪些星座 你要再慢慢再擴張去擠 OK 因為齁 南天的星牆 大多數都很暗 最南極 最靠南極附近 最靠南極 所以有時候 各位要稍微往外延伸一點 比如說可以看到天狼星 然後慢慢再往下比對 知道它底下有哪些星座 因為到時候 那個 如果是在考南天的 考南天的會是這樣子 蛤 這次考戲 就假設 假設大概是這樣子 好 我們沿著這 這邊已經知道了 OK 好 看不懂 對 這邊就已經在南天了 我說量星 不多 不多 你就要依這邊 拿幾顆量星 再過來一點 對不起 在這邊 拿幾顆量星 在哪裡 像這裡 像比如說 這是南十之星 OK 那今天 你又從 南十字 或者是從幾顆量星 那這顆是什麼 這顆是什麼 等等的 你要知道 它因為比較亮 它是老本星 這顆比較安一點 它是從 那個獵父座椅子 顏色下 你的 渦江座 那個 那顆量星 叫水尾 然後你就要從 南天的 你看這邊 都 星星都不夠亮 所以 你就要從其它 在比較稍微 周圍的幾顆 先稍微簡單的 認一下 再對一下 它的項目是什麼 OK 齁 所以我就說 跟各位講 如果你在天文館的 天文考試 你想要爭到 前幾名的話 這個星座 總共有88分 就是88星座 88分 你幾乎 要全拿 再靠其他的 另外那個 100分的天文紀元常識 來評高項 這個如果沒有全拿 你就很難跟人家評高項 所以 大家 我也覺得大家 如果說 下次遇到天文考試的時候 各位 有機會去 那個可能到10月多 又要準備天文考試 有興趣去考一下 任性型 那天文紀元常識 知道多少 考多少 但是 大家來嘗試 把任性座 看著對不對 抓到更多 天文 天文考試 就跟考英文單字一樣 沒有範文 對 天文 它有分兩大類 天文基本常識 然後 任性座 任性座 就是範圍就很固定 對對對 那你所以就固定的東西 你一定要把它全部抓到 那天文基本常識 就平常你要多聽一點 或多看一點書 天文的書 或多上網看一些天文的知識 來重拾 OK OK 齁 好 那到這裡 我們先 現在是8點 8點半 因為這很耐用模擬 的時候跑過了 來 我們先休息10分鐘 待會兒我們再進 那個 我們後面的那個 Stelerium的模擬 OK 好 還沒見你們 謝謝